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祥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行尸走肉》第九季的第十五季 我们上集讲到,刀尼在朱蒂斯的影响下最终改变了态度 决定重新与各部落恢复来往 带着努哥四人,包括利迪亚一起前往山泥寨 而这一行动却被潜藏在林中的地狱者发现 本集的故事要送一对山泥寨的夫妻讲起 黑发哥已经发觉是在灾变后结为夫妻的 他们在外面共同战斗度过了五个结婚纪念日 之后惊喜地发现了山泥寨的存在 直到今天是他们第六个纪念日 金发姐制作了木质勋章 上面的字母H代表了希望 之后他们满怀希望地踏上去往神之国的旅途 打算在集市上用这些勋章做交易 但这一路他们没能走完 金发姐美丽的皮肤和头发沦为了地狱者的面具 在神之国的积极推动下 集市终于要隆重开张 西街王在仪式上发表演说 感谢瑞克父子耶稣等人 为各社区团结这一愿景做出的牺牲 让大家有机会团结在此 虽然他们共筑的桥梁已经崩塌 但却重建了新与新的桥梁 今天他们相聚不是为了共于外地 而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 弥补多年来疏远的时光 随着音乐响起 其实和兵哥飞上天空 集会正式开始 而努哥他们刚好在此时感到神之国 卡玛惊喜地看到小齐安然无恙 更意外的是连刀女也亲自参加了 卡玛得以见到长大后的朱蒂斯 而她竟然还记得所有人 因为她从小就在华瑞克团的成员 塔拉也很高兴见到所有人 除了利迪亚 刀女明白 塔拉不愿收留利迪亚 于是建议各方委员会开会讨论 神父代表亚历山大委员会 表示愿意对利迪亚提供庇护 希望其余三方也都能接纳她 塔拉却认为 是山顶债得罪了阿尔法 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刀女告诉塔拉 他们都曾当过利迪亚的角色 当她站在监狱门口时 当塔拉从总督的身边过来时 当心地在海边捡到塔拉时 他们都曾一度被当作敌人 如果那时不是对方接纳了他们 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利迪亚无法选择她的出身 但她决定了自己要当什么样的人 既然愿意融入社区 就是自己人 塔拉虽然接受了 但现实问题是 他们确实要对地狱者做好防范 各社区打算安排一些战士到山顶债 加强那里的防护 不过这并非常旧之际 四个社区必须结成统一战线 刀女建议大家签订相互保卫条约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同时也能给敌人更大的震慑 此提议一败即可 吸气王终于可以拿出她藏了六年的东西 那就是当初刀女起草的联合现场 由于未能真正签署 一直被她收藏在神之国 期待有天能够实现 于是由吸气王和卡巴代表神之国 塔拉代表山顶债 神父代表阿里山大 瑞修代表海边旅馆 完成了联合条约的签署 瑞赫的多年夙愿终于达成 即使喧哗热闹 来自各处的人们畅胆交易 一派和谐的景象 这是利迪亚从没有见过的 过去她对人们之间的交往 想都不敢想 卡妈和吸气王对她的到来 表示了宽容和友好 特别给小琪一个机会 让她今晚可以约上美眉看电影 伊尼德期待着能在电影开幕前 听到卢克的演奏 并鼓动男友奥登现场 孩子们四处跑着做游戏 即使与其说是一个交易活动 不如说更想人们交流感情的平台 而就在大家沉浸其中的时候 卡妈 刀女和努哥带领的 第一支支援小队 即将赶放深内寨 按照合约保卫那里的安全 而塔拉明早也会带队返回 小队出发后不久 就遇到正在附近清理道路的公路帮 带头大哥向卡妈汇报说 他们在清理之时 遇到了一些散漏的物品 麦格纳从物品判断 受害者应该是身体债的人 而且从手法上看 凶手应该是低于者 没错 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那对夫妻 卧品附近有托转痕迹 被害人可能还活着 于是卡妈将人员分为两波 由他和刀女 努哥 梅子 继续追踪地狱者 其他人按援计划赶去山顶寨 公路帮继续负责保卫附近道路 努哥四人追到一处岔道 发现痕迹分别向三个方向分散 担心对方不止一波人 意识到他们人力不足 随即决定达到恢复 但这时 一群兴尸突然出现挡住了毁路 他们很快清理了眼前的一波 但兴尸数量重然增多 朝不同方向包围过来 四人只好背靠背激战 虽然杀光了眼前的姓氏 但随后出现的便是地狱者 他们手里拿着刀枪 由被打带头 将四人重重包围 他们只好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 金发姐突然出现在深知国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 真正的金发姐已经死了 她是由阿尔法加班的 即使众人不知道危险临近 仍然在继续着活动 塔拉在和神父讨论 如何更好地发展山顶寨 罗希塔借此机会 与近来关系尴尬的友情 修复了关系 小区和莉迪亚忙着谈恋爱 这是远处传来管道喷发的声音 小区只好赶去修理 让莉迪亚先自己过去电影院 阿尔法用假身份混迹在人群中 不但没有露出马脚 反而还被西纪王当成了宾客 傍晚时分电影开始 莉迪亚渐渐被有趣的影片吸引 浑然不觉 她的母亲已经悄悄坐在了身边 四日凌晨 阿尔法出现在四人面前 刀女告诉她 莉迪亚已经收到亚历山大庇护 想要武力夺回 必遭联盟报复 阿尔法却说 现在莉迪亚已经不是问题 她是个软弱的人 没资格再回到自己身边 而联盟更加没有资格威胁自己 因为她手上的武器 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接着她把努哥带到一个山谷边上 谷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星室 地狱者们就将在他们之中 随时可以将他们引去任何地方 努哥他们能活着的唯一原因 就是阿尔法放过了他们 她在神之谷的道路上走过 那里根本是灭亡世界的梦幻泡影 所有人活在想象之中 而地狱者们才是在遵守自然法则 努哥意识到 阿尔法曾去过神之谷 问她到底干了什么 阿尔法说 她和朋友们会安全返回 但希望努哥待会转告 下次再闯入地狱者的领地 他们就会带着事情长去止入 从断裂的洲际公路 到南边的河流之间 都是地狱者的地盘 而北边的边界她已经标出来了 随后他们就会看到 努哥没有明白边界的意思 阿尔法让她向正北方走 而其他三人也会被送去那里 林总时 她眼里突然泪光闪烁 她不认为这些人能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但愿这个想法是错的 时间回到几个小时之前 阿尔法从影院将利迪亚拉走 彼得跟着自己回去 但利迪亚却拒绝离开 坚持要留在社区 因为这里的人互相在乎 而他们也在乎自己 给自己提供保护 这正是她想要的 她让阿尔法赶快离开 不然自己就会大声尖叫 阿尔法没想到会被利迪亚拒绝 她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让她更强 是出于母亲对孩子的保护 而利迪亚用她身上的伤口证明 自己过去的每一天都活在痛苦中 她从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母爱 阿尔法终于明白 利迪亚不是地狱者的一员 从未真正融入过他们 而她这次离开 代表母女俩正式决裂 利迪亚还是忍不住痛苦起来 地狱者将努哥四人放走 阿尔法回到营地 想到自己失去的女儿 终于控制不住暗自落泪 而这一幕 恰好被一个追随者发现 阿尔法残忍地将她杀死 因为地狱者不能有感情 尤其是她这个首领 四人走到北边的山坡 发现了受伤的希迪克 顺着她指的方向 看到了足以震荡灵魂的恐怖一幕 一排身插地面的木桩上 整齐地插着十个人头 他们之中有公路帮的老大 亚历山大的DJ 提将厄尔的妻子 甚至于还有伊尼德和塔拉 更让卡玛崩溃的是 最后一个木桩上 赫然放着小齐的人头 而这一排人头装 就是阿尔法所说的 北方边界 事情来得太突然 联盟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悲痛中 第二天一早 希迪克将昨天发生的事告诉大家 在他们被抓之后 阿尔法故意留的一条命 要他将这一切转告给大家 因此来震慑和分裂所有人 而希迪克却并没有被恐惧支配 他要给大家讲的是另一个故事 在地狱者动手之前 公路帮和DJ找到了大家 一起奋力抵抗 直到最后 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团结和勇气 不斗之时互相写作 为救他人而牺牲 而在此之前 他们甚至还不认识彼此 直到最后 大家都没有放弃 所以他们只是比其他人先走一步 而留下的这些人还要继续走 为了适者 他们必须走下去 向他们致敬 铭记这些家人和英雄 这就是他真正想想的故事 罗格戴利丁阿去了边界处 他把那枚代表希望的勋章 留在了小琴的目装前 天空飘下了雪花 但风雪不会淹没了希望 以上就是形式走肉 第九集第十五集 本集中的人头装 是形式拳击的一个重头戏 在原著的漫画中 也是重点描绘的一段情节 虽然电视机为了收视率 做了一些改动 将牺牲的一些重点人物替换了 但并没有影响这一段的震撼力 看的时候还是非常被动的 毕竟前面的集会 买了那么多幸福的flag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 还是希迪克最后讲的那段故事 比起人物牺牲来说 找回的勇气和团结 更加振奋人心 那么伴随着这场杀戮 寒冬将至 失去了塔拉的山顶寨 将何去何从 联盟各方该如何抵抗地狱者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 本集结局片的解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